李昂是沿著山由上游到下游發展下去的 上一集看完山上的羅馬古蹟 現在帶你下山 看看第二階段哥德還有文藝復興的景點 山下的李昂一般都比較熱鬧 每年冬天還有李昂燈光節 接下來我會介紹日頭和亮燈的景點 只不過你日頭不看清楚結構元素 晚上打了燈只是令你更混亂 因此一定要先赴後天 花一點時間講一下哥德式教堂的基本功 哥德教堂的設計就是這種層層遞進摺疊式的大門 他們叫做Porto 一環一環慢慢向內收 你走進去都覺得你身處在一個萬花筒裡面 有一個很indulging的感覺 你會見到上面佈滿了用植物造的裝飾 是真到連小鳥都覺得是一棵樹水站上去 更加誇張的是它有四層的開口 每一層起碼有十個雕像 左右乘二 它有八十個雕像 每一個都不一樣的 然後再看回門口 它每一格都各自有不同的圖案 其實全部都是聖經故事 例如亞當和夏娃 因為我最容易拍的 一個男一個裸女在偷食 因為本身沒有宗教信仰 我想我只能明白10% 所以會看宗教的書項 都是為了拿靈感研究建築的 下雨了 一定要講它的排水口 所謂的gargoyles 就是讓天花板的水 可以在它們的口裡噴出來 例如這一個是一個很兇的獅子 而那裏是一個半海豚半人的怪獸 那為何丟一些那麼恐怖的東西出來呢 教堂經常都說 外面是一個充滿罪惡的社會 而裏面是純潔的世界 所以惡魔全部都是向外的 很喜歡站在這個位置說話 因為我後面就是圍爺聖務院 總之就是不同角度 都有不同的美態 然後最頂的三角銀針 就和你在裏面看的一模一樣 你在裏面看就可以比較簡單 了解到整個結構了 無論是四葉草花紋 三葉草花紋 還是五葉草花紋 其實全部都是來自一個尖形的arc 然後互相重複重複 重複堆砌 合併在一起所組成的 有時你看角色建築看得很混淆的時候 可以在心外設計中拿靈感 就以這個祭壇為例 其實它是說一些聖經的故事 你可以當作看一個六格漫畫 而那些聖人的頭頂 好像戴上帽子的木雕 在很多大教堂外面 都會看到類似的裝飾 能夠一利通百利明 至於隔壁這個就是天文中 它就有這麼多個年份 由195幾年到186幾年 每一年的每一個月份 機械運轉的時候 就可以準確顯示到當時的日曆 外面這個圖案 有些動物就是十二生潮 不是十二星座才對 從山腰一路走來 你會看到有遼望塔 人工的斜坡 地台 甚至倉庫等等 文藝復興的人 其實已經有足夠的工程學背景 所以他們建的建築物 很多都可以耐用到今天 後來這個城市人口爆炸 人太多 土地也太少 幾百年前沒有保股積的概念 所以它就直接在股積上面起樓 幸好新的樓宇大量採用機殼桃形 和淡馬的色調 總算沒有破壞到完善的氣氛 尼昂的文藝復興區採用了統一的長方形商戶 和梯形屋頂 非常之和諧、整潔 它不止之前所介紹的建築風格 浮誇到只能夠仰望 而是能夠將你緊緊地包圍住 很平移近人 尤其是在這一區密度那麼高的小巷之間穿插 你會感受到那一份人情味 大家說出來這條街很多手信 還有 昨天都是吃東西的 所有建築都用這個很紅色的顏色 作為它的粉紅色和橙色的混合 令你覺得好像去了一個很純粹的角落 它們都是用糖釣出來的水果 我們尋找現代建築的旅程 分兩集 尤其是你審美疲勞 沿著Conflues那條河轉了彎 你會發現這裡脫離了北歐風格的影子 是創造了法國自己的後現代主義建築 其實這個區域以前是一個Darkland來的 是一個碼頭 後來活化了才建了那麼多新的大廈 它就沒有把所有東西拆掉 這就是當時在碼頭那裡吊一些東西上來 運去陸地的一個措施 然後走到這裏 是一個法國建築師 Jack Hope Mercurian 的作品 用了很多波波點的元素 而這個建築師 主要用一個近乎螢光筆的顏色 作為它外場的質感 下雨的時候 它的排水可以將天台上面的水流出去 因為那個路是打通一直通到天台的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很喜歡的建築 用絲帶作為它的建築靈感 它剪開的地方 凹凸之間就會成為了一個空隙 我相信這個就是日後會成為建築物的露台 我們完全看到這個 也是用螢光筆顏色作為建築質地的結構 沒錯 和剛剛的Orange Cube是同一個建築師的 不過就不是用圓形的質感 這次它就是用一個類似樹木連輪的Pattern 不規則地圍著整個建築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究竟是一棵樹綠一點 還是它模仿樹的質感所組成的螢光綠綠一點 不對 我說錯了 我終於搞懂它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原來它是模仿著葉綠素的質感 我還以為是年輪 去旅行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 你不斷發掘到你未知的東西 正前方的這個作品 看起來好像沒有剛才你見到的建築那麼 impactful 但事實上你看真點 細節是在於那塊玻璃底貼了一個底色 而那個牆子正正正就是對面的橋 那就很好地以恢復它這個現實環境 最棒的是什麼呢 天花板 看到一些波浪嗎 其實就是這一條河 所反射出來的波浪紋 所以它這個建築不是螢光筆的顏色 又是穿洞的古年精怪 但是它將不同自然的環境 incorporate出來 這個凌空的設計 有點像在阿姆斯特丹的Move-n-Vic Hotel 話說那些傢伙都是用回這隻紅色的 這裡是Radio One Headquarters 它的建築特色就是類似 用一個鐵制成一個 但是不規則形狀的風潮 來作為露台上的一塊遮陽板 等裡面的露台 之所以用黑色設計 都不會把光線都放進去 令建築物變得太過熱了 好 入閘 記得如果要買Hour Ready Ticket 要拿回去才可以進去 要不然你下次就不可以再用這張Ticket 建造美日落 走一個冷門一點的 里昂Saint-Nizier教堂 我們來到這座教堂 它的入口很奇怪 正中間這個是加上橢圓形的入口 側門就是用哥德的尖頂門框 裡面那個位置 它用了一個橢圓形的結構 上面有很多小小粒 其實是天使和玫瑰花的裝飾 其實這裡建築物是佈滿椰菜花 由它那條壁柱的頂部 雕像的頭頂 以至是它屋頂的欄杆 都佈滿了椰菜花 然後站遠一點看 很多時候只剩下支架 而是沒有了主體 你看到旁邊 通常都會有些聖人放在這裡 但是裡面的聖人是不見了 因為它所有的裝飾物行被人洗劫了 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中間的尖塔上面的樓空哥德式裝飾 通常都會在一至一至二萬地區 才會看到這種穿洞的哥德 但是它這次在法國出現了 所以都很驚訝 真是晚上了 里岸燈光節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夜幕低水 一眾里岸的市民要出來吃飯 那我也都是時候跟大家說拜拜了 下一集再見 我是Vedering 拜拜 counseling 是1,2,3123 2,4,495